如果說自己對這個木殼這邊的金額都不知情 今天還是做這樣子的泡麵嗎 戴著帽子口罩全程不發異語 可問著2024年總統大選時的競選總部財務長李文宗 捲入政治獻金假帳案 涉嫌偽造文書等罪 3號被二讀約談 順候200萬元遭報 限制出境與出海 並且必須接受電子監控 李文宗從政人被轉列為被告 因為檢查處當初木殼公關公司 曾匯出一筆 李明醫師肖像使用權的400多萬專款 到柯文哲私人戶頭 而某個帳目都是由李文宗負責 這筆公司帳款轉私人戶頭 疑似涉及不法減掉持續釐清當中 就要解柯文哲身陷進華城弊案 簡連8月30號搜索他的住處簽 調查局北基站早在前一天 針對柯文哲證至現金申報布什案 額度密訊簽證會計師短幕證 鎖定布什帳目進行對帳 就發現柯文哲總統競選 資金管理問亂竟還授權 身兼禁總會計的木客公關公司 員工及其他競選人員 至少4人 可自行上網登打更改 向監察院申報的帳目 郭主理文哲曾道歉聲稱自己沒發現會計師漏報短查虛報 但調查局已針對柯文哲進總進出監院網站登載更改的21萬多比帳目逐一狗級比對 發現政治現金帳目問題不少 接下來檢調也不排除針對政治現金案約談可文哲到案要徹底查清 新新聞綜合報導 容忍